今天来体验一下这个贵州省会贵阳特殊这一个轨道交通 有的这一个人可能都没见过这种交通 说实话我住的那个城市好像是没有 我住的那个城市它有地铁 我在那个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没有坐过这一个BRT 在别的这个城市我也有体验过 但是贵州贵阳的这个怎么样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坐 来看一看 它这边和我在别的城市做的不一样 它这个完全进到这个地下了 一般在地上就够了 跟我原来在别的城市体验的这个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它这个更类似于那一个地铁的感觉了 我准备坐BR92然后往那一个 呃 梦想城那边走 这是往哪边走的 这也没有啊 阳光东站 哎 哦 阳光大道 我得到这边去 那就得坐这边了 不对啊 它好像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这一个方向的 那不扯吗 那不就到不了我要去的地方吗 这边B1来了 相当的车啊 它这边不 这边不能走 只能从这边走 那我要去另外一个方向就从这边抵达不了啊 难道我得上去 然后 找另外一个方向的这个站台吗 这个有点扯了哈 这个真的有点扯了 这个相当的扯 我要往反方向坐 那我从哪边进呢 去哪里搭呢 还好这有电梯啊 先上去看再说啊 哇 跟我原来在别的城市体验的BRT不一样啊 别的城市是中间一个站台 然后这两边就是互相两个方向的 他这看这个道路 其实也是两个方向的 看见没有 这边有这个路 这边也有这个路 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 把这个拆分成了两个这个站台 这个如果你要搭不同方向的 你就得这个 两边坐啊 两边看 可能是因为这一个站比较特殊吧 看这一个和地铁比较类似啊 就是进站的时候刷码 出站的时候也不用刷码 直接出就行了 然后上车的时候也不用刷码 票价就是两元钱 不论你坐多少站 中间换乘多少次 都是这个两元啊 得不擅守 我们下车 太阁 来 弗 这里 轻